大千眼界的Fight shooting to win 今季成績挺好 文明之星、幸運之神、你知我星 三匹贏了馬 Shoting to win 自己是Norton Meteor 的指示 服役時在澳洲贏了四場賽事 兩歲的時候已經贏了馬 由千米贏到千六米 最高競賽成就 在2014年贏過巧菲爾德堅尼大賽 至於大千眼界的舞是 Prince的女兒 曾經在澳洲圍省贏過三場賽事 由千三米贏到千七米 膠沙地賽也贏過 無線家族的近代食員性能挺廣泛 短途夠速度 跑到一里或以上贏的馬都不少 無線家族中有一匹澳錦尼香港 贏過五回合 千四米、千六米的好手 另外也曾經在千禧年代的時候 出過紐西蘭馬王針鋒相對 針鋒相對 千禧年代的時候 贏過十五場頭馬 多項一級賽得主 所以看了負母兩線 那筆大千眼界 看來都挺全材味道龍的馬 初期跑短途夠速度 跑到可以加程 應該千四米、千六米的 途程賽事難拒不到 大千世界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參加過五次試襲 其中兩次跑第一 一次跑第二 一次跑第三 和他一起試襲的馬 有些在紐西蘭當地都贏了馬 得意醒的符號是EVE 這系列馬來香港也挺長時間 過去十年 但有很多紙紙上過陣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有馬贏了 落天派 低班贏了馬 上季這系列馬成績都過得去 長龍在宴 也贏了馬 另外金發、銀發、精算、赤炎、華美福星 也上名 這系列馬來香港這麼多季 大部份的馬 算是早熟跑短途賽比較好 個別有些跑到中距離賽 有趣的帥是 O'Reilly的女兒 曾經在紐西蘭的希士廷馬場 贏過一場千二米的短途賽 無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雖然短途馬比較多 但個別有些可以贏到一里 甚至是以上 有些可以贏到二千位 所以無線家族 其實都算是有些長力依據 看了父母兩線 你不看得意醒 性能應該傾向短途多些 但跑下有些機會會加到情 那些千四米 甚至是長少路程的賽事 他有機會應付到 得意醒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參加過四次試襲 一次跑第一 兩次跑第三 還有一次沒有跑入三甲 但跟他一起試襲的話 暫時跑到現在為止 表現得一般 狗狗為王的肺 FLYING ARTI 飛速瓦迪 這是馬暫時比較新 成員也未有甚麼成績交出 跑得比較多的 那是陽光傳奇 操練不錯 但跑下暫時未發揮到威力 FLYING ARTI 自己是ARTESHILLA的指示 服役時澳洲贏過三場賽事 由11米到12米都是集中贏短途賽 2016年在澳洲的費命頓馬場 贏過古摩亞肉馬場錦標 那項是三歲馬的直路一級賽 至於狗狗為王的武系 FOX WEDGE 是攝禮競贏的女兒 曾經澳洲贏過四場賽事 都是贏短途賽 1000米到11米 因為色尼和麥爾本都贏過馬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途馬比較多 大部分都比較早熟 而且裡面亦夾雜了美國馬 短途速度好之餘 泥地性能也不錯 所以看完父母兩線 這批狗狗為王 看來比較早熟的短途馬 泥地賽他有機會會跑 狗狗為王來香港以前 在澳洲的色尼和他附近的馬場 上了三次合共 贏過一場頭馬 贏馬那一場是11米的草地賽 跑右轉 直路賽和膠沙地賽他都未跑過 狗狗為王 2021年 去年2月17日的時候 在澳洲色尼蘭域馬場的內圈賽道 肯申頓賽道 贏過一場11米賽事 這場賽事是當地初出的賽事 第一次上陣就贏馬 是一場兩歲馬的處女馬賽 鏡頭看到前面粉紅衫黑袖這批狗狗為王 全程都在前面 走外碟市的位置沒問題 這裏已經壓住對手了 當時騎士是暴民 一二名的馬鬥到差不多到終點分勝負 狗狗為王是贏了那一匹 第二第三名的馬 只有在當地各贏到一場頭馬 直至現在為止 電路10號的肺 Cote Glory 小城之光 這馬暫時來說 雖然比較新 但已經有馬贏了馬 那一陣就永遠朋友 上過一身馬賽已經贏了馬 小城之光自己是 Excellent的時候 盡線盡美的指示 服役的時候 在英國上陣多 贏了四場的頭馬 都是贏了1000米 兩歲的時候就開始贏了馬 最高競賽成就贏了三級賽 贏了兩行 2014年的時候 在古玩馬場贏了魔金錦標 至於電路10號的武系 曾經在英國的梭士伯里馬場 贏過一場1000米賽 兩歲的時候就贏了馬 母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圖馬比較多 大部分都很早熟 不過膠沙地賽性能就一般 所以先看了父母兩線 這筆電路10號 看來會是比較早熟的短圖馬 電路10號來香港之前 在英國上陣七次 贏了一場頭馬 贏馬那一仗是初出那一仗的賽事 在巴庫馬場 就贏了109米的賽事 那場賽事是草地賽 跑左轉 右轉賽道的賽事 跑過一次 不是膠沙地賽 上到名的 直路賽跑過四次 全部都不上名的 巴閉哥的費 尼康尼利卓萊 這些馬在香港一段都頗長時間 今季暫時來說 雖然未贏馬 但上季的馬成績不錯 上上有餘 帝豪之星 身力高升 創科先鋒等等 都贏到馬 這些馬大部份來說 比較早熟 跑短圖賽比較好 至於巴閉哥的母 沒有上陣的馬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圖馬比較多 但有不少的馬 贏到一里或二上 這個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最厲害的部分 看來是在第三代 母艷分支出去的 魔族閃炎 這部分是日本高重公 紀念賽的得主 贏短圖 其他成員 有些在美國跑 泥地都跑得不錯 所以看了父母兩線 這群巴閉哥 看來似短圖馬比較多 泥地賽也有些機會會跑 巴閉哥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色尼和鄰近的馬場 合共上陣六次 贏過兩場頭馬 兩次贏馬都是草地賽 其中一次是一千米 一次是一千二米 兩次都是跑右轉賽道的賽事 直路賽和膠沙地賽 他還沒跑過 閃耀威龍的符號是 花旗 Star Spangled Banner 這群馬就厲害了 好像他的勢越來越厲害 出了加州星球不但止 今季有一出即勝馬 永遠美麗 另外富全英雄 低班反彈 贏了馬 其他的馬 紅運飛鷹 今季也上了名 其實上季這群馬一樣跑得很好 合火紅心 龍船狀元 歡喜福星 紅龍等等 全部都有交代 這群馬 來到香港這段日子 看到很多成員都比預期早熟 短途足夠速度 中距離賽都沒問題 很多都贏得到 至於閃耀威龍的武 他沒有上陣 他是平息二代的女兒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長一點路程的馬 大部分一里或以上 甚至到2000米 適合跑一點 反而少數就夠短途速度 所以先看了富良 這群閃耀威龍 雖然是花旗的紙字 但跑下去可能要中距離賽才最適合他發揮 因為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途馬就不太多 閃耀威龍來香港之前 在法國上陣的馬 上陣五次 全部都是跑交沙地賽 跑了五次就贏了一場頭馬 贏馬那仗是1300米賽事 在多維爾馬場的交沙地賽 跑右轉 左轉態度的賽事 和直路賽 甚至草地賽 還未跑過 金白領的符號是Arti Schuller 這群閃耀威龍來了香港一段短時間 最近兩季成績都不錯 今季開季也開得不錯 幸運有利東方飛影繼續贏馬 上季智友營也打開了勝利之門 這群閃耀威龍來到香港這麼久 大部分的紙字 似乎短途賽去到中距離賽的成績比較好 而Arti Schuller 自己服役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性能的馬 他贏過十場賽事 屠城都是介乎1200米到1600米 最高競賽成就贏過一級賽 在2005年的時候 在美國的貝蒙馬場 贏過肉馬者杯一里大賽 至於金白領的武系 曾經在澳洲贏過五場賽事 多數都是圍省那邊跑的馬 贏過1400米、1600米 是中距離馬 在三級賽上名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短途馬比較多 但實際上有不少的成員 贏到一里或以上途程 不過他們大部分都比較早熟 所以看了負母兩線 這筆金白領看來會是比較早熟的馬 短途賽跑到中距離賽 他應該都可以應付 金白領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昆士蘭上陣的馬 在當地跑過4次 就贏了一場頭馬 贏馬那仗是1200米賽事 跑草地亦跑右轉賽道 直路賽和膠沙地賽 因為他還沒跑過 金白領今年元旦日 在澳洲昆士蘭 布里斯坦的東奔馬場 贏過馬 贏了一場1200米賽事 這場賽事是兩歲馬賽 是他當地第三次上陣 鏡頭看到在外擋 全黃衫那一匹就是金白領 雖然大部份的途程都走外疊 其實期內都頗厲害 追一下有些追一下有些 當時的騎士是湯普申 比較年輕的騎士 鏡頭看到最後百多位 一路追著對手 拍著三匹馬鬥 外擋 勢就好些蓋過贏了馬 和他一起跑的第三名馬 暫時來說成績是普通的 兩匹都還沒贏到馬 待會兒